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震荡区域内 那在今天早上凌晨5点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急速下跌 但他还没有到我提到的重要位置 就插针收回去上方了 那接下来的比特币是会出现反弹了吗 还是说还会继续的盘整 等待下一个操作机会 那我在昨天呢也有更新了这个shot 那这个短视频就提到了 比特币不动 你也别动 耐心等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有出现了 但是呢 这个机会并不是 我所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操作机会 但他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短多的机会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操作机会呢 我们马上去看 好 我们来看比特币天图 今天的日期是8月23号的下午4点 好 我提到的这个关键的支撑阻力互换位 就是这一个位置 非常关键的 你可以看他上次的这个暴跌往下砸的时候呢 也没有就是跌破这个关键的支撑 那我们放大比特币的这一张图 主要就是我们要去观察这一个位置 那我在昨天的短视频提到我们等他下跌到了这个关键的支撑区域 留意他的价格行为 但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的这一个差真的是 没有差到我提到的这个关键位置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了 那反弹了就收回去上方了 那这一个是否出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反弹信号呢 并没有 目前他没有突破之前前高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来看比特币一小时图 这个紫色区域 就是我刚才天图提到的很关键的支撑区域 那我在昨天的短视频呢 也提到就是正在等待的 就是下跌到了这一个位置 去关注有什么价格行为进行这个操作 比特币在早上5点的时候有急速下跌 然后插了根针收回去上方 那收回的这个位置 就是收在了之前的这个盘整区域的一个低点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低点 在25605的位置 比特币收回上来之后就有出现了这个上涨 但是这一个反弹呢 其实还是非常弱的 那我们来看之前盘整的一个主力区域 这个位置就是比特币多天盘整的一个主力区域 就是在这一个位置 而目前的这个比特币反弹呢 也还未到这一个位置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去留意 这一个区域是在26304到2628这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你要做这个短空的话 你可以去留意这里的一个价格行为 如果它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 最好是差的更高的一个位置 怎么说就是差到前高的这一些主力线 那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去留意 这两个呢是之前前高的一个主力线 如果它往上插了一根 然后迅速的在这个位置收回来下方的话 比特币收回来下方 你要在这个位置开一个孔 是可以去考虑的 主要就是看当下的这个价格行为 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急速上涨 然后直接出现一个2B的形态 收回来下方的 你可以去考虑 毕竟在这一个位置是很关键的主力区域 如果比特币再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下跌再次挑战这个支撑区域 我们可以去留意 就是下跌到了这个位置 有怎么样的一个价格行为 如果说它也是急速下跌之后 收了一根针回到来上方呢 那很大可能性 它就是会在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盘整区域去盘 再次回到比特币天图 那我刚才一小时有提到 比特币要逢高做空 可以留意这一个主力区域 因为你看在这一个位置 它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主力位置 就像我刚才一小时提到的 我们去观察一小时有怎么样的一些做空机会 如果没有呢就是要等高空 那还有就是如果它跌破 那跌破将会下跌到什么位置 那下跌的位置我会去留意的 就是这一个非常重要的0.618 在这个位置 那为什么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之前的一个支撑主力互换位 在这里这一个位置 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如果它是跌破了这个很关键的支撑区域 那它将会进入到下一个区域 下一个区域就是在这一个位置 然后关键的支撑呢就是在这里 21708 这个0.618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提前去留意的一个位置 当然现在的比特币并没有这么糟糕 也还未跌破 只是提前给大家知道 万一它真的跌破了往下去点 那将会到什么位置 好那我们先去看以太币 你可以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户口 有很高的充值福利 还有就是20%的返现 那如果你是使用我败币的这个链接去注册 接下来有很多好康跟福利呢 将会送给大家 那第一个福利就是免费进入这个群住 你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可以看得到 只要你使用我的链接 并且开始交易 将会有交易量来换取进群的这个条件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以太 我们来看以太币天图 在上一期影片 我有提到了以太币 它并没有跌破之前前低的这个支撑 那在今天凌晨5点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 就是下跌到了这个位置 收回去的时候 还是收回去了这个支撑线的上方 那目前还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反弹的 而整体的这个上涨的还是非常的弱 我们去看一小时 以太币距离之前的一个盘整的主力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而比特币的相对来讲会比较靠近 它目前的这个主力位置 所以以太币整体的走势非常弱 我是不建议大家呢去做多以太的 那你可以就是等以太再一次的到了 这个关键的主力位置 再去找一个做空的机会 或是像我讲之前的影片 就是等它反弹到了关键的主力区域 再去逢高做空 如果要找短空的一个机会 大家可以留意这一个主力位置 好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我们需要给市场更多的时间 让它去走 走出了一个很好的操作机会呢 我们才能进行下一个操作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把我的影片点赞哦 感恩你们的点赞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周围参考 拜拜 niki 带你飞 niki 带你飞 加入 niki dnf 大家一起飞 niki 带你飞 niki 带你飞 加入 niki dnf 大家一起飞